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K大叔 今天來到台北市的 一番地 台北古亭店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它是那種吃到飽的店家 它是受洗燒的形式 這邊就有用餐的價格 中午428,晚上498 每個人 它門外面還有一個很漂亮的造景 這邊是櫃檯 先生,你好 那我們三位 三位 等一下幫你蓋位 謝謝 謝謝 好,謝謝 謝謝 那就是坐這個四人的位置 可以麻煩你再講一次嗎 之前有用過受洗燒的餐點嗎 在這裡有過 但是很久之前 那我還是幫你介紹一下 我們用餐是90分鐘 80分鐘會直接幫你收這樣的甜點 好 我們飲料吧 在往後桌 這邊都可以自己的 那我們等一下餐點直接過來 直接幫你做介紹 好,謝謝 謝謝 我們喜歡吃牛肉 謝謝 好 好 好 謝謝 好 我們白飯 烏龍麵 蛋跟肉 還有菜 還有菜 都是無限公益 需要先點白飯或烏龍麵嗎 好,我們要先三碗白飯 好 那就會先洋蔥炒過這樣子 對 對 那我們的白飯是水 黑飯是壽洗燒醬 可以運動單步做調整 好,謝謝 那如果有需要點肉 好,謝謝 好,謝謝 好 那這邊就是 壽洗 的醬汁 然後加熱之後 然後蒜那個牛肉來吃 然後肉品就是這幾種 嗯 雙叫牛 雪花牛 牛小排 然後 還有 板件牛 這些 這個是菜車有 蠻多種的菜可以選 好 那現在就上白飯 好,謝謝 好 那服務小姐就蠻親切的感覺 我們要那個香菇 媽媽要什麼菜嗎 要年糕 玉米 嗯哼 先這樣好了 好,謝謝 好,它小菜裡面還有沙拉跟韓國泡菜 那這個我就不介紹了 因為就比較一般一點 好,再來就是那個蒜牛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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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說 就是 內用是90分 嗯 80分鐘 然後最後10分鐘 送甜點 好,先給我家人吃 我自己留一塊 我自己留一塊 好 這個是第一種的 牛肉 牛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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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牛肉嗎 就三種都上好了 三種都上 什麼 就 就牛肉 那我要做這個 我要這個 那我要這個 那我要這個 剛剛第一個也可以啊 第一個不知道誰 這一排嗎 這一排嗎 對 這個應該算是五花的吧 好,那這個是板件的 好,這個是五花肉的吧 好,OK 好,最近 應該不是說最近啊 那個 吃到飽的這種 壽喜燒 在台灣流行的滿長一段時間 然後這個是 雞肉的 然後吃起來就是 甜甜鹹鹹的那種感覺 好,很棒 好,這是第三盤肉 好,這是第三盤肉 好,第四盤肉 好,就這樣子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 這樣子喔 好,一直吃都這樣子 蠻過癮的 好,這還有雞肉的 等一下我雞肉再吃吃看 等一下我雞肉再吃吃看 好,那雞肉的就吃吃看 應該也很好吃 很好吃 好,那現在就下一點蔬菜料 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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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樣 然後總之就是一直算一直算 好,那吃越多但是越賺喔 但是不要吃過量 吃過量反而會 胃會不舒服 好,那這家肉片的肉質還滿嫩的 好,還滿好吃的 好,我老婆還滿喜歡吃這家店的肉片 之前有來吃過 但是 沒有拍得很仔細 那個時候 它的肉片就是嫩嫩的這樣子 好,知道 好,那個是菜車 好,那個是菜車 好,就選自己愛吃的新菜 好,那就選自己愛吃的新菜 再放一點別的 這是放我愛吃的香菇好了 啊有有有 謝謝 就不停的煮出來不停煮出來吃這樣子 啊這個是 不滋滋的肉 不滋滋不滋滋的五花肉 你有五花 他煮會有點這個肉末所以要撈掉 撈掉 撈掉的動作跳過好了 然後就繼續再放肉 因為我老婆說他想要吃這種瘦的 這個是板件牛 好 這個是花椰菜先吃吃看 嗯 嗯 很燙 好就這樣燙熟了再拿起來 好這樣 好那今天就是跟家人一起吃 好剛剛有省略了一點點鏡頭 因為都差不多啦 所以就有一些我就省略掉 他雞肉還蠻好吃的 有點那種藥膳的味道 好那現在就煮這個空心菜 好他這邊菜類也蠻豐富的 好他那個煮東西的鍋子比MOMO的鍋子淺一點這樣子 好那這是第三次菜車來的 第三次吧 第三次吧 好那燙好新菜就是要自己決定首度啦 這樣剛剛好 然後他雞肉嫩嫩的 還有一股 算是藥膳的味道 還不錯喔 好那當中又省略了好幾盤肉 那現在 其實已經快吃飽了 哈哈 好那CP值蠻高的 好這是香菇的部分 嗯 那這樣吃到飽其實是蠻超值的 好就可以吃到你想要吃的這個飽度 然後吃你想吃的食材 然後吃你想吃的食材 這個限制的時間你可以吃得很開心 好我本人想要拍自己啊 但是因為這個腳架高度 剛好自己開不到 所以還是算了 好這個是煮好的南瓜片 好像嫩嫩的喔 很好吃 然後鹹甜鹹甜的味道 我覺得他這個湯子裡面 還有蠻明顯的柴魚的味道 他們家收起燒也蠻好吃的 就自己煮好你喜歡的熟度絲 很棒 好那這個是菜車的小姐 那這邊服務小姐都還蠻年輕的啊 好這樣 其實從進來開始吃到現在半小時大概就快不行了 已經快吃不下了 年紀大觀就食量比較差 好那我們還要那個空心菜 謝謝 空心菜跟白蘿蔔好了 好那後面就多吃一點青菜好了 他們的菜也蠻好吃的 好那個青菜燙出來就這樣 就自己掌握熟度啦 這樣還是綠綠的這樣子 好燙到差不多熟 最後撈起來吃這樣就剛剛好 好那之前一直提醒我用公塊的朋友就開心啦 這次就完完全全都是公塊啦 這樣應該開心了啦 好 好反正吃東西就是盡量讓自己開心這樣 好這家店的CP值是不錯的 所以蠻推薦的啦 只要你吃得下的話 大概多吃一點就賺的回來啦 好那我現在這個年紀應該就是賺不回來 就只能吃得開心而已 好因為食量沒有之前大 好壽喜燒 壽喜燒的話我是比較喜歡吃半熟蛋 好看 他只要蛋黃就好是不是 對蛋黃就好 不要純熟 好那煮好就是這樣 好那放下去的時候破掉了 就這樣直接吃 好因為這邊有工作人員我就略略照一下 這邊就是有汽水機 然後 蜂蜜檸檬 冰沙 英式奶茶 羊柑橘花茶 咖啡 然後還有水 好那大致上就是這樣 好那我們三個人吃的話 一共是1666 好就把剩下的肉煮一煮喔 然後他們的肉質 肉質是還蠻嫩的喔 從生的肉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肉質蠻嫩的 然後他肉質就是軟嫩的 就算是小孩子也吃得下去 整體用餐的感覺我是90分 那個肉質是很柔軟 菜也不錯 但是飲料的話我覺得就是稍微比較普通一點 就是選擇性比較少一點 如果飲料能夠再豐富一點的話 就可能會更好 那再兩盤雞肉好了 所以說這個 要是大食量的朋友來吃的話 就是 會吃的 我要怎麼講 就是 很容易回本 那如果說普通食量的話 就是吃得很開心這樣 因為他肉質還蠻嫩的 像我常吃的另外一間 某間日式壽喜燒的話 他就是 有的分店的肉質很軟 有的分店肉質很硬 比較不一定 那這家肉質一直普遍都是很軟 所以我們 家裡還蠻常來這家吃的 可能跟這個肉商還有這個 進貨的價錢有關係吧 然後肉就是很嫩這樣子 喔 大致上就是這樣 肉是很不錯的 就是肉質的口感跟軟硬度 然後都不錯 這個雞肉就 就是有一種 藥膳的味道 也還蠻好吃的 好 那這個就是今天收費金額 1644 不是66 1644 這樣子 這樣應該看得很清楚了 但是個人覺得他們東西還蠻超值的 如果以這個肉類來講 跟服務 都算是上層的 那今天這樣就結束了 差不多吃半小時這樣 然後牛肉很嫩 雞肉也很嫩 這是雞肉的部分 好吃 好吃 好那牛肉煮好也是這樣嫩嫩的 好吃 謝謝 啊謝謝 那這個是抹茶冰淇淋 好不錯 那吃完這個肉之後 然後還有一個很清新的口味 好這個就是抹茶冰淇淋 很典雅的味道 不錯 感覺很高檔 但是不曉得怎麼排的 好吃 所以個人覺得這一家 吃到飽還蠻實在的 好吃 它抹茶冰淇淋就是還蠻濃郁的味道 大概三到四分的濃度 然後蠻細緻的 好甜點中的最後一個就是 砂糖檸檬片 哇勒 然後它就是這個 又甜又酸的味道 噢 然後是解膩用的 酸酸又甜甜甜甜又酸酸 好那我這樣就照一下空景 它餐廳的內部 空間還蠻大的 大概可以坐五十個人以上 好這裡還有 這一個牌子的糖果可以拿 就這個日本牌子的 NODO 叫NODO 好這邊有用餐需 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不能浪費 對 這樣 好那最後這是這家店的名片 一番地 普亭店吧 伊基棒 好那後面就有這家店的地形圖跟地址 地址是 地址在台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一段 八十號 好那個人覺得這家店的東西還蠻不錯的 蠻值得來吃的 就像我剛最後的講的 就是飲料稍微少一點 但是其他吃的東西跟菜類都很豐富 然後服務也很親切 然後最重要的是這個肉品的肉質也很 很細嫩 不會說很硬這樣 然後慢慢吃的話是有一個品質的 個人還蠻喜歡這家店的 好那各位來住宿你用餐一塊 掰掰 希望我今天拍的影片你會喜歡 謝謝大家